老花一美的一打回答一下错我们的养花问题 第一个错保他说快汗死的自治花开花了 看看这个 不知道能不能看到 这个没事啊错保说这个种的偏了主要是 没事 你看到没 你像我跟很多时候有的花友说 大家不要用尺盆而这个花友呢用尺盆照样能够一样的好为什么呢因为光照够啊 光照够的时候呢这个叶片会 增腾一些水分他有一个拉力 他可以让土壤里面的水分快速的蒸发 这样的话呢利于盆土的一个干湿循环 只要是盆土在掠干的时候总有空气能透进去 只要是盆土有空气根系照样长得棒 很多的臭宝是什么的用什么盆都是没有光照通风又差 没有什么拉力他这个盆土时间长了就积水污名 这臭宝一眼是没有啊只要光照给足 再适当的来一点肥料 然后呢到后期啊你要想换盆的话呢 可以换个略大一号的让那个杆子居在中间就可以了这个没事不影响 好吧 养的很棒啊这个没问题 然后呢这个臭宝还想着长侧枝你要想长侧枝的话呢就只能是修剪一下 啊修剪一下尽量的往这边赶往这边赶 万一编出个侧牙了就好好培养 实在不行就搞价格这个呢 不要去追求追求那些了 只要是能够养出来 只要是磕型圆润就可以了 偏一点也没事 不要纠结 三颗能分出来一颗长那么棒就很不错了 下个臭宝 老花一围来求助了养了个荷叶大脊 现在出现红色的斑点镜上也有了这是病菌吗 这个呢就是一个缺光的感觉了 对对对是病菌类的一个 毛病哈就是水大缺光通风剩我看你用到的应该是那种塑料盆 应该是不怎么透水 然后通风可能也差点意思 一定要给出光照宝贝 没有光照的时候你让谁他也养不好你包括老花一在内好吧 一定该给出光照的给出光照 现在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第1步先控水我看这盆土有点湿 先把水分控干个差不多然后呢 再去喷一些药 好吧 像一些个病害都是真女类的只要潮湿闷着不通风他肯定就上病女了 帮我看一下油加利怎么了 水大缺光通风剩 下个臭宝 老花一又来麻烦你了这批花叶子怎么变黄了 这个也是水大缺光通风剩 那个花友说哎呀不缺光通风也好 还是缺光宝贝尤其是刮叶局这种东西 你当咱们大家伙养的时候光照不够 这肯定是不行的你话说我男仰台 你男仰台你能达到六个小时的全制造吗能达到的话这个话就当我没说 好吧 第2个点在越南呢缺肥 你像好多的话有光 光看花就是典型的又想马上跑又想马上不吃草那怎么行该施肥的也要施肥啊宝贝 行吧 下面叶子都黄成这样了你也不用点肥料 下个臭宝说广东的玛格丽特浇了一次水放墙角了放墙角干啥呀 你扔到太阳底下 马格丽特这种话是一直开一直开两广地区能地灾你这光高给不够他那肯定不行啊宝贝 怎么这这这几个问题全是因为水大缺光突风唱的 下个臭宝老花一叶子卷了不是往两边卷从中间往下边那么个卷法 这么卷法就是光照过墙然后有些缺肥啊 缺肥主要是缺一些个微量元素之类的 没法没法支撑起来 好吧光照是不缺 你那边可能也是比较热的那种感觉 然后呢就是有点缺肥啊 光照给再给注意一下 好吧 别的没事你用的椰康土它里边没有什么营养的宝贝 你该施肥的也得施肥 好了 今天的出宝门问题总结一下就是水大缺光突风炸 还有一个就不施肥 你看老话说的好庄家一叶子华全靠肥当家 你像好多的人长得漂亮 你不知道人用了多少肥呢 定期的施肥 跟人吃饭是一个道理 人是一天三到四顿饭 而植物呢 是一个月三到四顿饭 好了 有的不错 记得点个赞 其他要问题呢 记得视频要留言 我是老话一 眼花最转一 白了